公元1093年 62岁的苏氏被贬到当时最为偏远的蛮荒之地 海南丹州 据史料记载 官员被贬海南 实际等同于流放 而且海南岛当时环境恶劣 生存条件极为艰苦 所以流放海南岛和被判处死几乎没有太多差别 更何况 当时苏氏已经60多岁 身体也不太好 因此 刚被贬海南的时候 苏氏的心情很是低落 经常自伤自谈 不知何时才能够离开这座困住自己的荒野之岛 当然有很多人以为 苏氏或许会就此消沉下去 但没过多久 它却重新振作起来 并在海南开办学堂 讲学民道 教化日新 开启了穷州的人文之盛 那么苏氏是怎样走出人生困境的呢 原来 它猜悟到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虽然海南是一座孤岛 但中原大地又何尝不是一座更大的岛屿呢 能困住一个人的并不是岛 而是自己的心 当你心中的格局大了 那么再小的岛也困不住你的心 但如果心小了 那任何地方都能将人囚禁致死 在西汉的时候 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物 叫贾怡 贾怡是个少年天才 不到二十岁就辅佐河南郡寿 治理施政 成绩卓越 不久被汉文帝为以重任 由于贾怡的才华过于出众 很快就遭到权臣妒忌排挤 被贬到偏远的长沙任职 自此以后呢 贾怡一直消沉 整日哀怨自伤 后来虽然调任梁怀王太府 但梁怀王又不幸坠骂身亡 贾怡更是忧郁沉沦 最终年仅33岁就因年早逝 其实苏氏呢 同样也是少年得志 二十出头就得到欧阳修的赏识 入室以后 年轻的苏氏写过很多策论 阐述了自己对历史和时政的思想见解 其中就有一篇《贾怡论》 在这篇文章里呢 苏氏总结贾怡有这么一句话 质大而量小 财有余 而食不足 其实人生的宿命很多时候就和这句话当中的两个字有关 也就是量和食 贾怡的人生就是因为见识不够 气量不够 格局不大 所造成的悲剧 以贾怡的才华 如果他有更大一点的格局和气量 也就不至于一语而终 很有可能东山再起 创造更为辉煌的陈旧 苏氏和苏哲是一对难兄难弟 有一次他们都处于被贬折的处境 兄弟相见以后 也只能在路边简单的吃一碗面条 但是这碗面是粗粮之称 苏哲一小口一小口吃得难以下咽 越是难吃 他就越觉得人生愁苦 没有希望 而苏氏则狼吞虎咽 吃完以后他就告诉弟弟 既然这碗面很难吃 那你就不要细嚼慢咽 而是要一口气缩到肚子里 填饱肚子才有力气思考 如何将生活继续 人生不顺的时候 就像吃一碗难吃的面 与其细嚼慢咽沉浸在痛苦里 倒不如呼伦吞枣向前看 这就是面对人生意境最好的应对 当一个人见识过苦难与黑暗 他的心胸格局自然不会再局限于当下的琐碎和暂时的忧愁 而一个有才华稚气的人也不要同意时的委屈计较 否则就会重蹈甲乙居居长沙的覆辙 苏氏评价甲乙 质大而量小 财有余而实不足 道出了人生宿命的两个重点 那就是气量与见识 如果当下你正处于生活的低谷 不妨在量子与十字上下一下功夫 我想所有不好的一切都很快会苦尽甘奶 我是关心 咱们下期再见